真是长知识了 原来娱乐圈的这些男明星 演戏还是有一定规律的 首先就是彭于燕 他秉承着每拍一部戏 就得解锁一项新技能 在拍摄《海豚按上猫》时 他获得了《海豚训练师》的资格证 还听说时 他学了三个月的收鱼 可以做到和残障人士无障碍沟通 拍《湄公和行动识》 还有学会了《泰语》《缅甸语》 这简直就是娱乐圈的考证达人 但我在想 又是哪天彭于燕演个警察角色 那他公园考试能不能过呀 而陈晓演戏的规律 就是没演一部古装美男 那下一部必定奖励自己演一个操汉 黄轩没演一部农村剧 就得奖励自己进城一次 孙宏雷则是没演一次反派 就得奖励演一部居家好男人 张如云则是没演完第一部戏 就不再出演第二部 而吴京就像是在娱乐圈服兵役一样 没演完一部军人形象 那就再奖励自己演一个军人 说到这里 不得不提一下我们的新人演员 陈学东 他是没演完一部戏 那这部戏过不了多久 就会404notpun的 最后我总结了一下 娱乐圈这么多男演员 也就那么几个会稍微专一一点 首先是王耀卿 只要他一出场 我就知道谁是这部剧最有钱的人 还有我们的老戏谷侯天来老师 在求学的路上是如极似渴 这部演了一个教授 下一部又演一个学外语的学生 这部叫学到老 活到老 你咋 外语得学啊 我也想学外语 多学一门好啊